所以你同時要面對兩位監製 然後又是你的第一部電影長片 你那個時候內心所身處的一個心理狀態跟壓力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但真的是因為有緣的關係 所以其實你的壓力並不是來自於 有監製在後面所以你很怕他們 其實也不是 因為你就知道你們其實很投緣 然後你們的東西跟語言其實都是同一條路子上 所以變成說反而壓力不是來自於說他們給你什麼壓力 而是你會覺得 愛的時候做不好怎麼辦 而且你通常面對的是男性監製跟女性監製 外面兩位監製一起吵架的時候 你該怎麼面對那樣的狀況 好這個時候我就是會在中間就是當一個小丑 導演好辛苦 與威樂兩個 還要教演員演戲 還要按來兩位監製 威樂一下這樣子 那我真的是蠻好奇的就是 就是有一些導演他不習慣監製坐在後面 然後一直看Monitor 對那你們在片場的生態呢 因為我曾經看過一張劇照 你在左邊他在右邊 然後百倫在後面 對你會覺得在片場其實這樣子會不會覺得 是隊形很完整呢 還是覺得壓力三大 其實真的是隊形很完整 因為威豪他其實他都會把那個 他會偷偷把他的椅子往後移一點點 所以他其實還是有一個隊形的 他不是一個平行狀態 對那其實他這樣做的用意 我也很清楚就是會讓 導演享有完全的空間這樣 那他在那邊他確實就是可以幫我 多一雙眼睛多一個腦袋去比較跳脫的 理性的去看待我們現在在拍的東西 當男人戀愛時他很多人都在討論 不管是圈內的同仁們 然後女朋友們還有網友們都說 他呈現了一種新的台式浪漫 然後台式的氛圍 台式的時尚 其實一開始當然會定調希望往這個方向去 可是到底會做到多少 會能做到什麼程度不知道 然後當時一開始這個案子早上印證好的時候 就是已經看準了就是 他應該能呈現這件事情吧 但是到底要怎麼呈現 其實連我跟金百倫 其實都並不一定知道 可以怎麼把這件事情發揮得很好 甚至發揮得很自然 可是沒想到他一來之後 包括一些小到不行 他覺得 台客不一定要攪檳榔 但也許可以吃甘蔗 諸如此類的 然後還有包括大家現在 靜靜樂道的一些像是保齡球館 像是 蘋果市 這些東西 的那個元素的選擇 其實很多時候是來自於就是導演跟編劇 然後這個東西其實就是一直 我自己覺得一直在 認識印證好越深之後 你會發現他對於這些東西的喜好 是已經更正蒂固在他自己的那種就是 甚至可以算導演美學裡面 但我只能說如果硬要講拆解上來說啊 就是 多了解我們自己的生活的狀態 比如說 我真的不會一直跟大家說 我們要很台 我們要很俗氣 完全 我不會講這兩個形容詞 因為那都是形容詞 那個完全沒有基準 但是比如說我會跟 找很多圖片 或是跟大家討論說 你看我們街道就是 相對的雜亂 顏色就是相對的也很多 很濃厭 但很雜亂 但我們 各位老師 各位主創我們有沒有辦法 從中挑選出 很不錯的配色 我們稍微整理了一下這些元素 然後把它變成一種 在電影裡面看起來其實 突然間有一種和諧的美感 一種新的風格美學 對但那些東西全部元素都是來自於 就在我們路邊而已 其實就是包括路邊的米粉攤 我看到那個 新聞不是來去找那個米粉攤嗎 就是 那個就是你樓下的一間米粉攤而已 那當然我們挑過 因為我們要找到整個環境感 什麼說的一切 燈光感就是都是一個 符合我們想要的狀態 可是其實那都是來自於 就是你的生活也會有的東西 對然後 除了視覺上 當然還有就是 衣服也是啊 材質上的選用什麼 都是我們 你的叔叔阿姨可能都會那樣穿 那我們只是把配色稍微調整一下 但是我們材質一定要盡量符合 寫實的狀態 因為一路從他的MV到 他把他實踐到這個電影長片 當然認識的時候 這件事情我覺得是他最有最有最有身材 然後是 身為導演或作者很難被取代的地方 因為他選擇的每一個元素 的那個來源 很直覺 可是又很有Sense 然後那個Sense他放在電影這種需要 某種 集體藝術的這種 美感的基礎之下 他其實還是可以表現他自己作者的一些零光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這東西就是會很enjoy在 應正好如何再給我一個新的東西 或一個新的 的獨特 我愛你 能不能只得到